看倒了 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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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九月七號晚間 北市大職界一處民宅倒塌 二樓變一樓 鄰近樹東民宅也傾斜 上百住戶無家可歸 罪魁禍首 就是一旁施工的 姬泰大職建案 台北地檢署 經過六個多月調查 一共起訴五人 姬泰大職 邱信工地負責人 以及張信工地主任 兩人涉嫌重大 雙雙被起訴 他們多次為案途失作 擅自將連續壁厚度 由六十公分 變更為五十公分 卻未申請 又因擔心工期延誤 違背施工順序 且沒有進行 鑽孔取樣測試 忽視監測異常數值 繼續開挖 種種變異形式 被以多項罪名起訴 且求處重刑 建造的王姓建築師 也因貪圖方便 措施能阻止 漢市發生的機會 去年五月 姬泰大職施工 已釀成臨近房屋損害 他根本沒到場勘察 就在認定書上蓋章 他與姬泰 將信專案人員 流信工程人員 也都分別遭到起訴 黃姓建築師等人 於勘察程序中敷衍行事 使各項審核機制淪為行事 至於姬泰建設董事長 陳世民 當時也被控殺人未遂 二十九號北檢千節 北市府建管處則表示 尊重司法 至於承造人 監造人是否有相關責任 也依規定移送懲戒 目前尚在審理當中 3D新聞 鄭祥人陳玉璇 台北報導